魔尼金色英国祭祀集 外灵冲犯外道系列 晚上睡不着是否受外灵干扰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字述来文照灯 我弟弟之前被吴主家神冲犯到 处理的三次都不过 最后原来是还有其他外灵等干扰 师兄现场处理 我弟弟才比较能睡 结果平静没几天 买到一台中古手机 被电源骗是心机之后 干扰非常明显 当天便不太能睡 后来弟弟回台北 试了手机五天 发现每天至多只能睡四小时半 甚至有时完全不能睡 而且明显觉得有东西在旁边看他 直到请示经社为手机被外灵入侵 后来佛菩萨进化之后 马上可以叫天亮 这次的感应让我弟弟相信了佛菩萨 并且愿意开始念经 有时候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他还会念完经再出门 且会带上金刚灵和经书 真的非常感谢经社的帮助 字述结束 常有请示者会问到 佛菩萨开始的符咒忘了使用 或未连续使用 或者是需添加的相关物件未备妥 如此是否会影响 答案当然是会有影响 但建议在整个流程使用完毕后 再来讯确认 毕竟若照一般正常程序使用 到最后也是要再来讯确认 如此一并在整体用完后再请示确认即可 若有不足的部分 则可能以再补几道符咒等方式处理 在此建议您 若有相关充犯问题 请配合使用银河大手印的新轮观想修炼 每天使用符咒 并且观想至少三次 持续观想到再请示的那天 双管旗下如此更有成功效用 并且在熟练后 往往有相关问题 直接使用新轮即可 文章也提到手机被入侵 这一类的案例惊蛇也曾办过 不过以神像水晶球 有人行物等居多 建议您别跑到资人公庙 或是不明地方乱购买以上物品 因为常有相关的外邻入住 买回家后便跟回家了 好好诵经念佛 一来提高自己功德资量 减少相关外邻干扰 毕竟人生总有低潮时 遇到这种时期 总是容易受到干扰影响 二来极智慧提升自己 让自己能看开更多事情 或许您能找到自己另外的 真正的人生目标 阿弥陀佛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不收钱不推销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无论感情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